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預計本週內會通電話 白宮國安會發言人進一步表示 只要拜習通話確認了 馬上就會通知記者 目前為止還沒有具體事項可以公布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該不該訪問臺灣引發華府高度關切 不過中國炮火也相當猛烈 一個星期之內 中國外交部第三度公開警告 雖然引述專家說法報導 雖然裴洛西訪問臺灣可能引發中國前所未有的回應 但不太可能引起軍事衝突 因為這不是第一次由美國眾議院議長訪問臺灣 一九九七年 美國時任眾議院議長金瑞契造訪臺北 和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輝見面 當時中國外交部就曾公開批評 但也只限於外交辭令 CNN報導雖然二十五年過後 中國變得更強大 但除非情況失控 中美之間不太可能發生軍事衝突 而裴洛西該不該訪問臺灣 拜登似乎抱著存疑態度 也在美國政壇發售 現在最重要的事 是不想看弱 而是想看強勁 和一聲講 裴洛西會不會訪問臺灣 碰觸中國敏感神經 再度讓美中關係如履薄冰 華視新聞賴宏斌 另外也可以上LINE貼圖小舖 來購買華視主播的官方貼圖